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来都不要想着每个星期走一课 你们1,2,3,4,2想自己快点,1,2,3,4,5都跑步 你们不要练那麽多 如果你们相信我,我知道你们每个人都想做好点 但做好点不是你不停去 今天一喜欢就不停去跑,不行 你几乎要回,你要看尽很多人会受伤 那些是你们最大的致命解决的问题 我建议你们逢星期三练一课 不要超过星期四 为什麽?因为每个星期大操练 你超过星期三、星期四做 在很多人来说都是回不及的 回不及早一、两个月你不觉 当你正式发现有问题的时候 当你一伤痛停下的时候 要无得玩的时候 你才想起我这个说话 那时一切已经too late 所以我建议大家 真的不要四年四年 如果真是很有恒心、专心 不多心的 想玩好艺人者或者玩好100K 即是不一定是艺人者 这个世界都是玩的 在山上的100公里 或者更长 每个星期的星期一 你们叫做Week End Week End的课 你们连课长的 逢星期三连课 半山半路 或者走一些微微上落 但可以跑到慢慢跑 那些加长的力就够了 但不要走太长 20K、30K 你们知恒常坚持很够玩的了 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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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人